宙斯降临有十多年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 我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就会开车了 我们不吹牛 正因为宙斯是一个经验还算丰富的老司机 所以今天用老司机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说新手最烦的事情 教你们如何从一个指挥到库的驾校学员 快速沉门为风生水起的社会车辆 但在说明技巧之前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开车的时候 关注路况才是最重要的事 对于一个成熟的驾驶者来说 驾校里面学的东西大多都是基础 是那种你必须记在心底最深处的东西 而真正开车时 你思考的东西有80%都是路面情况 甚至是预测即将发生的紧急状况 但恰恰是这些最重要 最耗费脑子的东西 驾校教练无法教你 因为这都是经验 只能你自己去慢慢体会 只有你真正在驾驶座上的时候 才会考虑的事情 每一个新手都是连车都没摸熟的人 一旦上路 没有经过训练的临时路况处理 再加上不熟悉的车 手忙脚乱 那是在所难免 两头都不熟 谁都应付不过来 那么你目前要做的就是解决一件事 知道如何应付路况 如何学会观察路况呢 其实学会观察路况很简单 要学只有俩字 想象 你可能开车的时候不多 但是坐车的时候一定不少 而这时你最应该做的不是玩手机 也不是聊天 更不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 而是要把自己想象成司机 想象字 体就在驾驶座坐着 坐在副驾驶的你 因为没有那么多需要顾及的地方 可以专心的去攻克一个需要注意的路况案例 相比起在驾驶座上的手忙脚乱 则淡定很多 当然宙斯也有不少经验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一 替前车看路 也就是看看你前车的视野内 是否有人乱变到 横穿行人等容易引起事故的情况 甚至是刹车灯亮一下 都可以为你提供很重要的信息 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判断 是否需要刹车来避免追悔 而坐在副驾驶的你并无其他压力 完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来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 二 学会远敌 远离弱势群体 因为所有飞机动车和摩托车等重 不过你的人都属于弱势群体 他们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可能下一秒就会向你靠过来 造成严重的事故 甚至是停在路边的汽车都要远离 你猜不准是否会有人开门出来 就算交警最后没有判你的责任 但这也不是你想见到的不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诀 叫做城市行车五不跟 不跟空出租 会突然停车拉客 不跟公交车体积大阻挡视线 不跟豪车赔不起 不跟特种车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等速度快低车 不跟外地车 不熟悉容易走错路 三 学会预判 这里的预判单指 对于路面路口等状况的预判 是一个能进最大可能避免事故的方法 所有的路口 所有的小窝口都是应该注意的地方 在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减速到安全速度 当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时 你能及时做出判断并杀停 哪怕不需要减速的路段 你也要松开油门 有一个准备刹车的预备动作 只能在危急时刻 为你争取那么零点几秒 生命的零点几秒 当然还有很多小技巧 例如外后视镜 有时候并不一定能看到你旁边的车 例如千万别压路上的塑料袋和纸箱 再例如躲避行人和车辆 要从他行驶方向的后方绕行等 都是每一个老司机知道 但很难告诉你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全都能通过你的想象学到 当然你还要注意观察现在的司机如何操作 他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在不理解的时候 及时提出自己的问题 长辞以往就会对路面的把控和必要时候的操作 做到心里有数 当你在坐车的时候 发现你心里所强和司机的操控节奏几乎一致的时候 你坐别人的车也会觉得 他这儿为什么还不刹车 为什么还不加速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能够对路况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你只需要花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准确掌控自己这台车的油门刹车力度 感受到方向盘的跨度和车身尺寸的时候 恭喜你 你已经告别菜鸟 成为老司机